欢迎大家收看什么唐水泡 很多观众要求我 威阿唐 你说的鬼故事 灵异故事 非常精彩动听 希望我继续说多些 老实实 哪有这么多鬼故事 而且我一定要选一些 我认为是比较高质的灵异故事 第一就是我希望和我身边的人的经历有关 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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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近真实的 第二就是希望能达到历史来说 这是我自己的要求 上一集我们说了关于跑马地马祥 一个很惨绝人民的灾难 就是火烧马鹏这件事 今集真的到戏肉观众很想听的 关于马祥的灵异故事 经常都说跑马地马会里面很猛 很多鬼 是不是 当然 每次跑马都多 最多赌鬼 散场之后就很多穷鬼 这个是说笑的 正所谓行船跑马就是三分危险 跑马的活动 虽然只是马会过百年的历史 但是在这么多的赛事里面 都是发生过很多的意外 当中不少涉及了骑士的生命 当然马匹他们都会即使人道毁灭 造成很多令人惋惜的一些意外 我很记得大约是七十年代尾的时候 当时丽的电视 有一个香港第一次成人节目 哈佬夜归人 很多主持 刘家杰也好像有份 当时的肉蛋女星陈维英也有份 虽然是深宵节目 我很小过 但家里也容许我看这个节目 他什么都说 他有点像什么糖水泡 他除了说成人的内容之外 当然也不是太过怒骨 他真的什么介绍潮流文化 饮食 奇异风俗都会说 有一晚 他就拿了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就是用长焦距镜头去拍 我很记得 在一个彎位 赛马圈里的一个彎位 拍过去 那张照片拍得比较清楚 就不是平时马会那些拍来冲线 一辣一阵马过去拍一个闊镜就算了 那为什么主持人要介绍这张照片呢 原来这张照片就是牵涉1947年的时候 这个当时电视是没有说过的 他也没有说是哪一场赛马 什么日子 是我现在做节目 我找回的1947年的一场赛事 里面很多观众在现场看到都觉得很热 事后成为一种新闻报章有刊登 话说当时有很多职业的影友都会去拍马场的赛马片段 当时有一间跪于中环 就叫做金时影楼 他的摄影师也在那里拍了一张照片 晒出来之后 就是我日后在电视台 很多年后在电视台的节目里看到这张照片 原来当时就是马转转一个弯位 当然外籍骑士 拆骑 但很清楚拍到马匹上面 骑士的背后是有另外一个骑士 而另一个骑士当然当时的摄影技术和速度的关系 是拍不清楚的 但很清楚拍到两个骑士在同一匹马上 当时就造成了一个控洞 就是报章都刊登出来之后 大家都觉得真是鬼话连篇 你说这一场赛马这匹马有没有胜出 当然没有 在物理上来说 骑着两个人 骑着两个骑士的话 怎么会冲线冲得快呢 但实际上是没有可能骑着两个骑士 是拆骑着同一匹马的 是否重叠呢 在他旁边转转转弯 其他的马匹又不是那么靠近 而且很清楚看到两个骑士 在同一匹马背上 这就成为当时一个轰动的鬼话 但到了1960年就不幸了 1960年的1月 赛事期间 拆骑的其中一个是法国籍的骑士 叫做司马克 有译名 叫司马克 他就发生了堕马的意外 他是不幸身亡 当然大家都很远色 有意外发生大家都不想 但这件事有后续 原来当骑士拆骑之前 他们有神操 他有另一个外籍的骑士 英籍的骑士 译名叫做李路 他就跟司马克说 神操的时候 我看到马场的圈里面 人影重重 很多人在这里 他觉得不是一回事 为什么他觉得奇怪呢 神操是真的天都未光 四点多的时候 只有很幽暗的灯光 是不会有人这么早去马场 就算你说神运 第一我不知道那时候 能否让人进去 第二 怎么也不会觉得 人影重重厄 李路就跟他的好朋友 司马克说 我看到这样 我就觉得不是好事 你也要小心一点 他是这样跟他说的 报纸后来也有说这件事 结果 就正如我刚才所说 司马克就很不幸 发生了意外 谁不知 第二年 1961年的时候 都是同样一月 但是在21日 都是发生了 累近的惨事 英籍骑斯里路 勸过他的好朋友 司马克说 你小心一点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影重重 在神圈的时候 在草地那里 他的好朋友 司马克就当马身亡 事假一年 在出赛期间 李路就拆其一匹 叫做花木兰的参赛马匹 花木兰 一直都没有东西 直到差不多要充正进入直路 马会官邦是会有上去景岛 这麽多的马匹前后次序 等日后那些报章 可以加一些名字 做一些相关的道道 很不幸 李路拆其的花木兰 和另外两匹马 就发生了碰撞 造成有三个骑士 都一起当马 另外两位骑士 不幸中之大幸 都可以脱险 亦都是受伤 但也没有大碍 很快出院 李路伤势比较重 就送到身后的养和医院 但也是很可惜 抢救无效 宣告死亡 连续两年 马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堕马 以外造成人命的损失 当然大为紧张 谁不知 在马会那张官方照片 这人看到 是有两个骑士的身影 当然那张照片距离较远 质素较差 我尽了我的能力 在互联网上找到这张照片 但质素较差 奇怪的地方就是 我是因为我做这个节目 我才能接触到这件事 我才能找到这张照片 我找到那个网址 在Google搜索 你还能找到这张照片 但你按进去 这个网址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是所有的 曾经转载过这张照片的网址都不存在了 我做研究的时候 我还能找到一些 曾经有一些讨论区 例如在Facebook 都有网友和马迷 都说过这张照片 他们那时候可以放大 因为网址还在 找到一个比较清晰的照片 他们放大来看 他们都说 哇!真的看到两个人在马背上 但很可惜 现在我让大家看到这张照片 质素较就只可以是这样 也都是找不到 就是比较清晰的照片 这个网上他们圈着 有个箭嘴写着 有两个骑士在背上 以往找到网址的时候 那些马迷都可以看到 那些观众都可以看到 现在我都尽了我的办法 都只可以保留我原本找到的 Google搜索这两张照片 上一集说到 马场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意外 造成很多数以百计的人民伤亡 之后 跑马的活动有一定的危险性 亦是否真的关于灵异的事情 每个说法不同 但无论如何都好 香港人很喜欢开马活动 但都希望大家念记曾经出过这些意外 亦都希望亡者可以得到真正的安静 各位如果喜欢我今集说的主题和内容 记得给个like我 是不是都先like了 更加好的就是介绍给你的朋友 越多人看我 YouTube可以推介我的频道 越多人看 那我的收入就会越来越多 我的收入越来越多 不只是自己带 我一定是做更加多的功夫 放回去做更加精彩的节目给大家 记得支持我 like